他的上方就是地宫 他的下方则是密洞 傲犬 你保护了我多次 这一次 我来保护你 孟浩难难时 全身修为运转 杀机弥漫 他不知道傲犬的夺赦逆龄 最终能否成功 又或者需要多久 可孟浩明白 自己没有退路 也不需要退路 他深吸口气 全身修为爆发时 鲜脉激荡 整个人散出锋利之意 眨眼间就与那些追来的黑袍人 相互碰到了一起 这条通道不大 众人在其内 瞬间神通弥漫 数法轰鸣 若是换了孟浩全盛时期 他击杀着数十人并不困难 可如今他修为只恢复了六成左右 出手时艰难了不少 可就算是再艰难 孟浩身为序列 先帝境界 也绝非寻常的古境强者 可以比拟的 此刻出手时 轰鸣回荡 血腰头颅幻化 更有神火本源扩散 一时之间 厮杀滔天 你们不是如风界的修士 孟浩身影如闪电 在这些黑袍人之间穿梭 右手成爪 直接抓在一个修士的天灵 血腰大法展开 猛得一吸 可竟吸不走丝毫 道不同 你知道虚妄 我知道真 你撼动不了一切 为了真道 那被孟浩 抠碎了天灵的黑袍人 他的黑袍被掀开 露出了面孔 那是一个青年 面色苍白 傲然一笑 气绝身亡 孟浩内心一震 出现在了另一个黑袍人的面前 右手抬起时 刹那 灭声一拳 轰出后 那黑袍人全身颤抖 鲜血喷出时 直接四分无裂 临死前 露出了藏在黑袍中的面孔 那是一个中年男子 他的眉心上赫然有一个鳞片 居然是妖羞 一切 为了真道 这妖羞黑袍死亡的一瞬 惨笑中吼出了这么一句话 其他人神色 似没有太多的变化 纷纷沉默 可他们出手 却更为犀利 一道锋刃呼啸 直接从孟浩的身边横扫时 他的面前 有九条海龙咆哮而来 张开大口 向着孟浩直接吞噬 孟浩越战越是心惊 这些黑袍人给他的感觉 越来越诡异 他皱起眉头 至尊桥在这一瞬 轰轰出现 形成威压 向着四周横扫 使得这些黑袍人 不得不后退时 孟浩右手抬起 虚空一抓 白骨长枪出现 直接一枪刺入一个黑袍人的眉心 死亡前此人的黑袍掀开 露出了一个女子的面孔 他望着孟浩分明将死 却没有畏惧 一切 为了真道 他淡淡开口时 身体轰然碎灭 孟浩有些毛骨悚然 他此刻若还不知道这些人是谁 他就不是心思缜密的方家少族了 实际上 他之前在看到这些人修为的瞬间 他就想到了 当初刚刚降临第九国 剑道子给出的警告 在那瀑布内传出的妖言惑众之法 以及孟浩用仙木看到了瀑布内的身影 当时的事情 让孟浩内心出现过很多的猜测 直至后来看到了 有修士沉迷在欲望时 孟浩忽然意识到 如果在这如蜂界内迷失了 会不会在原本可以离去时 选择不离开 而是留下 永远地居住在这如蜂界内 在这里不断地沉迷进去 这种事情在孟浩看来很有可能 而如今眼前的这些黑袍人 让孟浩当初的猜测有了证据 你们都是历代山海界降临下来的修士中 沉迷在各自的欲望里 最终没有选择回去之人 孟浩一声大吼 他的吼声传出后 这些黑袍人瞬间沉默 可眨眼的功夫 他们就抬起头看向孟浩 一切为了真道 平静的声音从这些黑袍人口中同时传出 似带着某种奇异的力量 让孟浩心惊使这些黑袍人再次杀来 轰鸣回荡 孟浩双眼通红弥漫了血丝 他的衣扇被鲜血染红 与此同时在上方的地宫中此刻躯空扭曲 猛然间出现了十六七个身影 正是被地袍中年派来之人 他们一个个被黑袍盖住了面孔 出现后 当手的黑袍人身上羞为激荡 竟是堪比西面十盏魂灯者 他大袖一甩 一指地面的血坑 奉帝君之命 击杀孟浩 杀朕归位 血炼杀起 苍老的声音从这黑袍人口中传出 整个地面的血坑忽然之间全部剧烈的沸腾 随着沸腾 那些血坑上漂浮的血剑全部飞起 直奔着黑袍人而来 在他袖子一甩下 这些血剑连成一串 重新刺入大地 顺着孟浩离去的那处深坑直奔下方通道而去 几乎在那些血色飞溅呼啸而去的同时 地面的血坑沸腾中急速的枯萎 随着枯萎露出了这里98处深坑中98个修士 而此刻 每一人全身都血光滔天 散发出邪恶之意 他们瞬间睁开双眼 目中露出的不再是明朗 而是混浊 而是血光 仿佛失去了意识 丧失了理智 存在下来的只有傀儡一般的听命与本能 其中的剑道子也是如此 他的睿智已经不在 可同样的他曾经的残念也随之消失 此刻给人的感觉似如壮年一般 他们呼吸急促 每一次呼吸身上的邪恶气息都会更强烈 击杀闯入者梦号 黑袍人沙哑开口时 立刻这98个血色修士猛的抬头 奇奇的嘶吼一声 身体一个个的瞬间飞起 他们的修为竟不再是问道 而是突破了灵境 踏入了仙境 虽然只是刚刚进入仙境 可他们身上的邪恶气息 使得他们诡异莫测 呼啸间 这98个老者直奔梦号 沉入的深坑而去 刹那化作血光 一一飞入 还有你们也下去 黑袍老者淡淡开口 他四周的其他黑袍 纷纷一晃一个个身影模糊 瞬间消失 而这黑袍老者自己 则是在最后 看不清他的样子与神色 他似乎在思索身了 右手抬起一挥 顿时一片黑光散出 将这四周笼罩 如同是封印 做完这些 他才缓缓地迈步 向着孟号离去的深坑 慢慢地走去 孟号 第九国 第九山 第九海 有轻微的声音 从这黑袍老者的口中 喃喃传出 似带着一些追忆 还有叹息 地宫下通道内 孟号仰天一吼 双手向着两边同时一拳 轰鸣间 将这第一批黑袍人中 最后的两人 击杀在了此地 这一战 他以六成的修为 强杀数十个古镜 对他而言 一样艰难 此刻鲜血喷出 面色苍白时 孟号忽然抬头 他看到了 在这通道与地宫连接的地方 此刻轰光闪耀 一把把红色的飞剑 呼啸而来 更是在这些飞剑后 邪恶的气息轰然爆发 那九十八个血色修饰 纷纷降临 这九十八人双目赤红 看到孟号后突然咆哮 如同野兽一般直接冲来 孟号双目搜索 眼看那些飞剑似具备灵性 在来临时 瞬间锁定孟号 呼啸而来 而那些血色修饰 全身散发出的邪恶之意 与血色冰块内的血色蝙蝠同源 可却弱了太多 孟号皱眉 冷横中 又目一闪 立刻星沉石融化 覆盖全身 使得孟号化作流星 轰鸣间直奔那些飞剑而去 这通道不大 孟号星辰的流星几乎占据了通道的所有宽度 此刻冲击 立刻就与那些飞剑直接碰到了一起 轰轰之声回荡 那些飞剑全部倒卷 刺向那些血色的修饰 顿时整个通道一片大乱 那些血色修饰人数太多 可受通道的限制无法散开 被孟号的一念星辰变 直接轰击而去 血肉模糊 四分五裂 嘶吼惊天 可就在这时 那十六七个黑袍人的身影 直接模糊的出现在了孟号的星辰前 这十六七个黑袍人同时低吼 掐绝间向着孟号这里一指 雷道灭星 他们同时开口 瞬间 这十六七个黑袍人身上爆发出了无上雷霆之意 与此同时 十六道弧形的闪电 从这些黑袍人的身上猛的弹出 在半空凝聚在一起 赫然形成了一道紫色的雷 这紫色的雷刚一出现 立刻就散发出强烈的排斥 似乎排斥天地 排斥规则 排斥本源 不但他在排斥 就连世界也在排斥他 孟号心神一阵 他看到这紫雷就有种奇怪的感觉 仿佛此物不应该存在于天地间 他与天地不符 与规则不同 与本源不合 乍一显漏 仿佛属于外界的道 不是这如风界 更不是山海界 带着毁灭 直奔孟号而来 与孟号的一念星辰变 碰触之后 轰鸣滔天 星辰四分五裂 孟号身影幻化出来 嘴角一出鲜血 身体漠然后退 几乎在他后退的同时 那些血色的修士 之前所有崩溃的 此刻全部如时光逆转一般 竟眨眼间恢复 每一个血色修士 仿佛都是永恒不灭不死一般 此刻再次冲出 每个人都拿住了一把血色的飞剑 化作剑修 再次的冲向孟号 孟号面色难看 在这九十八个血色修士身后 那十六七个黑袍人 给孟号的威胁很大 威胁他的 不是这些人的修为 而是他们的神通术法 几乎在那些血色修士来临的刹那 孟号身体向前猛的一步走出 神七踏 默然展开 几步之后 气势爆发 借助这通道的环境 孟号在迈出第六步时 右手握拳 灭生拳 全力展开 轰鸣鸣间 孟号一拳打出 毁灭苍穹众生 他的骨径肉身全面爆发 化作狂风横扫 使得这通道内 在孟号前方的那些 不死不灭的血色修士 每一个都震动中轰然爆改 化作无数的血雾 正在相互凝聚时 孟号已经穿透而过 直奔那十六七个黑袍人临近 这十六七个黑袍人全部掐绝 他们任何一个单独面对孟号 哪怕具备特殊的道法 也都决然不是对手 可彼此联合在一起 立刻不同了 此刻掐绝间 顿时他们身上散出紫色的光 这光刹那散开 连接一片 赫然形成了一把紫色的虚幻长枪 横扫一圈 向着孟号这里 抹然而来 速度之快掀起一片波纹 更有惊人的煞气 以及威压 从这紫色的虚幻枪上爆发 隐隐间那种被天地排斥 而又排斥天地的感觉 再一次强烈的散开 可这一次孟号右手突然一挥 立刻有数十个黑豆刹那飞出 在半空时 砰砰声中 这些黑豆变成了黑豆小人 发出无声的尖叫 穿梭虚无 直奔那些黑袍人而去 立刻去夺射 这些黑袍人哪怕具备特殊的道法 可他们只要是生命 就要有灵魂 就无法避免夺射的危机 尤其是此刻 他们正在施法 如此一来 黑豆小人的夺射 瞬间就全部冲入这些黑袍人的体内 成功的可能 微乎其微 可孟号要的也不是成功 而是失败后化作的神石冲击 这些黑袍人身体猛的震动 他们联手施展的道法 化作的那把紫色的恐怖的长枪 也在半空默然扭曲了 直接消散开来 在消散的一瞬 孟号身体飞跃而来 右手握拳 灭声拳 轰然间直奔这些黑袍人 一拳落下 可就在这一拳即将轰下去的瞬间 突然的 一声冷横 带着沧桑 漠然间从这些黑袍人身后传出 紧接着 一道黑色的身影 瞬间走来 也是一个黑袍人 可身体却更高大 正是那最后才走出来的黑袍老者 他脉步间速度之快 刹那就出现在了孟号的面前 国运山上的帝君 察觉到了有人闯入此地 孟号 你不该这么做 而灭声拳也不是这么用的 他声音传出的同时 右手抬起 握拳之下 一股灭声之意 骤然间在他的身上 爆发爆开 向着孟号 一拳轰击 孟号双眼 猛的一缩 他觉得 对方的话语 有些古怪 可此刻来不及多想 二人的拳头 直接就在这通道内 碰到了一起 轰轰轰之声 瞬间滔天 震耳欲聋 让这大地颤抖 地宫仿佛要坍塌 这通道咔咔声中出现了裂缝 孟号嘴角一出鲜血 身体被一股大力冲击 直接倒退 而那黑袍老者 也是身躯一阵 退后了几步 抬头时 被黑袍盖住的面孔 尽管让人看不清 可却能看到 如明灯般的双眼 此刻露出奇异之芒 向前一步迈步 直奔孟号追击时 右手抬起 再次握拳 入魔 他淡淡开口 声音煞哑 一拳轰出 立刻八方轰鸣 一股狂霸之意 在这黑袍老者身上爆发 似乎唯我独尊一般 陷入风魔之中 打出生命内 不惜一切的一击